字幕組み合作 把出刀鋒不好打 波尔 刀鋒一大他滑就爆了 悟空 封還好悟空刀鋒很好打 算好打 魔路人的話刀鋒不好打 魔路人旋景在後面偷射就好了 完美 他他們超棒的 所以你說 一定要選刀鋒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刀鋒 或者大家可以叫我天才 這場要來講一些不一樣的 欸 天才 你每一場都只會輸刀鋒寶貝吧 基本上是 但是有時候陣容不一樣的時候 像你看對面 第二就亮了這個 羅爾 那垮克的話本身算硬 那你後面被他吸到又不能動 加上對面你看佛洛倫對不對 小丑還有對面悟空 悟空當然出刀鋒我覺得還OK啦 那反正最後決定選警會好一些 再加上你看我們隊友 配合我們選一個雙邊都是坦克 那前面的話就是有點用快轉的方式 我們前面是去吃紅BUFF吧 為什麼要吃紅BUFF 因為對面的垮克這邊把我們的藍給抓走 我們輔助來不及防守 你看我們在吃藍的時候 對面垮克都要來亂我們一下 在這個艱難的過程 我們終於上到這個市集 市集的話就可以稍微去點一下 這邊的話 沃瑪有沒有敲到對面羅爾 有點小可惜 不然的話 對面羅爾應該是可以逼出一些技能 甚至是做一個擊殺的 那井的話我們 這個奧義的部分 我個人還是習慣暴走 這個中後期傷害很逆天 那不過前期的話 暴擊率可能就沒有這麼高 可能需要說一些農 農到這個聖劍出來 聖劍出來的這隻井 他的這個傷害真的是一個重裝火力 很像一個大炮 好 這邊用一個正常速度 第一波會戰開打 先拿下一個助攻 二招放了 對面羅爾 躲了我們的二技以及我們大招 但是我們隊友比較兇殘的情況 我們這時候本來是想要向前收 對面的垮克 沒想要剛好躲掉悟空的一個突襲 那我們在一技能滾一下 增加射程 把對面的弗洛倫給射死了 那在這波會戰的話 對面悟空是血盔啊 他的第二波野怪也是被我們收光光了 那這本上這個就是前期的一些 應對方式被反野 那還有一些前期的碰撞 好的 那我們這個中後期會比較偏重一些 這個地圖觀的講解 以及這個裝備的釐清 你沒有看到我是不是 這把預設裝備是攻速血 但是我後面想了一下 對面有小丑 有這個悟空 我們還是轉悟防血比較好 然後這時候對面的弗洛倫是來亂嘛 因為他的兵線先推 那我們看到這個戰利爾 他自己這個戰利爾飛也不錯 為什麼 因為他陷入兵也推完了 他基本上不能做什麼事情 大絕劉愛奈也是隔著 那所以他就直接飛過來 讓這個弗洛倫早退 那我們就安心秀我們的藍buff 這個戰利爾的大絕 是可以這樣去做一個詮釋的 這時候我們中路死了 幫忙補一下這個中路兵 那基本上這裡都是沒有什麼 這個大愛的 那最近的話武漢肺炎也是嚴重 應該可以講這個吧 那在公共場所的話 比較避免 比較少去啦 就是大家待在家其實也沒事 你看最近天氣冷對吧 像一些你看公車上高鐵之類的 像我昨天去參加春酒 去特地去台北吃金色山脈 搭高鐵去 然後得策馬自費嘛 然後這個就很多的地方 然後我經過高鐵 一大堆人全部 幾乎大概你 你說100個 有99個 沒有到99這麼誇張 有90個都是戴口罩的 所以你知道這個肺炎 真的是很嚴重吧 那聽說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疫苗出現是不是 那這一次的這個嚴重性 真的是非常之嚴重 你看連寒假都延期了 今天在2月這個2號的時候 下午5點 我們的教育部長 他說要延期吧 對吧 就是國小 國中 高中以下的都會延期 那你們開心嗎 我是不知道 哈哈哈哈 對我也是沒什麼影響 那我只想跟你們大家說 沒事 待在家出門戴口罩 口罩要買醫療用的 好嗎 不要買那種 男生口罩是不是 那種 科技海綿的 那種 沒什麼用 要買醫療用的 好了 拿了一堆滴賽 我們繼續吃我們的藍buff吧 基本上這個井你前期就是農吧 農到你的這個聖劍出來為止 你聖劍出來 其實基本上你就是老大了 因為這個是井 好 我們井的核心中就是聖劍嘛 那我們這時候等對面如鵝滑 因為我們在基本上前期來說 對面如鵝 他很會滑 那我們這也是走位師 直接被對面夸克給勾死 那沒關係 我們有周圍復死 不用給他省 就直接給他按下去 我們在前面的會在 是不是經過對面如鵝 他躲了我們的鵝 躲過我們的大 那我們剛剛基本上就不用放招了 在原地一直普攻他就好 普攻總打得到他 對吧 好 那我們繼續吃我們自己的野區吧 這邊的話 菲類是被對面夸克給勾出去 有點小可惜 不然對面菲類 我們的菲類 我們的菲類 應該是不會致命的 那其實這裡我也不敢踩出去 那直到對面小丑跟垮頭 我再考慮要去山路支援 或者來清這個中路兵線 好 我們稍微點一下 往後滾再點一下 菲新手常放的錯誤 就是說他的1技能會往前滾 有時候往前滾 就完了 你往前滾完 你就把你唯一的這個位移給用掉了 所以是滿傷的 基本上菲的這個1技能在打灰戰 盡量往側邊 就是你的左右 甚至往後面去滾 那如果一定 對面都沒有招數 你確定對面沒有4個可以瞄你 你再往前做一個追擊 會好一些 好的 那我們剛剛說到裝備嘛 裝備的話就是看一下 對面的應對方式 基本上都是魔防鞋比較多 那這把對面的話 比較暴力 我再選擇物防鞋 像這波會戰的這個拉打 先射一個大絕 給他們一個痛快 這時候我們的輔助視野開得很好 我們只要在後面一直射 等技能CD一個滾 射兩下 華克非常隱眉死 然後這個塔3 再配我們1技能點一下 把對面弗洛給殺掉 又剩對面的蘆爾 你看 他直接用2技能 把我們的這個招給滑掉 這時候我們2技要拍這個悟空 然後直接按大招 這個大招感覺有點像治療 你知道嗎 我這個大招我來不及對準 對面的這個悟空 那我大招按下去 直接射這個小丑 那剛好對面小丑是殘血的情況 我們剛剛 呃 配我們的菲類 不知道為什麼 小丑也死了 呵呵 我真的是一臉懵啊 沒關係 那井的話 射手的三位就是要比較後面 那比較需要媽媽去保護他 呵呵 就是前面要有一個大男 或者是後面要有刺客 你千萬不能被抓掉 那這把的沃瑪爾跟這個 菲類 再加上我們佔領 基本上是3保1 那這裡的話 隊友是被開了 那我們可以試著去射射看 因為井的這個傷害 你有時候真的可以爆出一些東西 像這邊我們滾 對面的弗洛做一個追擊 所以點一下1000傷害 然後再點一下 對面佛洛倫被我們收掉 那這邊的話 我們到底是要去打會戰 來收小丑呢 嗯 因為我們這個會戰的位置 我們剛剛直接過去 可能會被對面的這個悟空 去做一個切緊 那我就直接往後退去 去收我們的野怪 因為我們剛剛是沒有看到 對面悟空的位置 對吧 好的 看到了 對面悟空在中路 那我們就大膽的 直接往前吧 好嗎 垂得不錯 一個滾 欸 1技能 想要把對面悟空做一個秒殺 那也是很順的直接接我們的大招 就是一個很流利 射的瞬間 馬上按大招會變成一個瞬發 那裝備的話 我們聖劍合玩 鞋子也說明完 基本上 嗜血功跟全能 可以看個人的順性 如果你覺得你這把 這個暴擊率還蠻高的 你可以先上全能 傷害跟一些吸血 攻速 生命都會好一些 那如果你覺得暴擊率不高的話 你可以先和四血功 先把大劍跟那個 暴擊手套出出來 會好一些 那這把的話 我是先選擇上全能武器啦 那最後一件裝備的話 看個人 如果你對你自己的走位 跟站位有信心的話 你就出天從雲吧 那如果你 會被抓的話 就出復活甲 那 如果緊你到最後滿裝 真的想把傷害再跟上去的話 把鞋子賣掉 把你的鞋子 換成這個復活甲 你的傷害會更上一層囉 誒 是的 我出了四血功 在11分 我經濟就這麼高了 這裡的話 我們準備打一波會戰 我們看一下隊友開起來了 就是被對面的苦華克給吸了 我們剛剛先射一發 對面的鱔兒 對面鱔兒基本上已經是殘血了 射一下 發現對面鱔兒殘血 直接上錢點他就好 基本上技能也不用放 對面鱔兒被射死之後 再殺掉對面的苦華克 對面小丑 已經沒有這個物理綿力了 就把對面的小丑射掉了 這邊的話 悟空在後期被抓到了 沒有直接切到 在我花是非常無力啦 那對面這個佛洛倫 基本上你玩射手 你跟他保持距離一直點他 在這樣井的射手 他的射程是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這把我選井 會比較好 如果你選刀鋒的話 對面如果這麼會玩 基本上真的不好滑 這樣對面小丑針對你 悟空切你 佛洛倫貼身你 刀鋒這把 比井還要難出現 這是我自己的覺得 那希望你們大家會喜歡這次影片 那之後的話 我可能會請剪片師放一些 我可能會請他們剪一些 我日常在打牌位 或者是日常直播中的一些日常影片 讓你們期待一下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場拿下的MVP 單排S排23顆星星 復健的第一天 哈哈 這個就給隊友讚吧 都打得不錯 真的 最後最後的話 就是謝謝大家觀看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來臉書粉絲專頁指揮完刀鋒 每天晚上七點半都會看到 如果想要看日常的話 IG搜尋 BSDK645 謝謝大家觀看 大家掰掰囉